哈囉大家好,我是不滅 在10月3日,台服也跟上日服的腳步 台服版五週年了 就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我最期待的便是五週年的Bounder LiveWave 無論是對話意或是標題 究竟台服會如何以中文的方式呈現 而今天就是要來聊聊這些圖片背後的劇情 前面17張圖片幾乎都是高人氣的CP 官方的安排,真的很會呢 或許有些玩家已經在日服看過 不過這次還是讓我們在台服內 再回顧一次那時一同經歷的感動吧 首先是所有玩家絕對都不陌生的第一張圖片 星之奇蹟 它是Bounder Live整個故事的起點 說到標題我們也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談 第一個是Kasumi 她為了尋找自己的星之鼓動 而沿著星星切子走到了Alyssa家中 然而引發星之奇蹟的並不只有Kasumi本身 這邊是第二個層面,也就是Alyssa 而使得她由於在音樂學校表現優異 得到許多星星貼紙 從音樂學校畢業後 她將這些貼紙貼在她的家周圍 最終使得兩條平行線有的交集 就如同Kizuna Music的歌詞所寫的 或許他們兩人的相遇已經不能稱之偶然 而是由無數個偶然培育而成的奇蹟 接著是第二張圖片 無所畏懼 是Arco和Linco在NFO內合作打輪的畫面 NFO是Arco培養自身帥氣的來源之一 Linco則是因為這款遊戲與Arco相遇 在後來也是在這款遊戲內鼓起勇氣 自告奮勇說出自己會彈鋼琴 另外,成為Roselia的一員後 Arco和Linco玩的NFO也傳到Roselia內 讓Roselia首度進行音樂以外的共同活動 對Roselia的凝聚力有著很大的幫助 而這張圖片的詩最後一句 對應到了劇情為NobleRoth 幽暗的直音者 點名Arco和Linco為指引Roselia道路的人 再來是努力不懈 這張圖片的劇情為《勢經會大挑戰》 講述七殺頭和Aia因為扮演同一個角色爭權而互相競爭 從開頭的文字我們也可以看到 Aia努力不懈的精神漸漸影響了七殺頭 就如從當時Aia給予七殺頭的夢想一樣 將來他們也會在偶像的道路上 互相扶持和競爭吧 其他大學篇能有更多關於他們的故事 解釋笑容魔法 對應的劇情為Hello Happy Waru的二章 他們為了振興快要休業的遊樂園而做出了行動 其中粉刷牆壁是Hagumi的提議 此外劇情還有提到 在粉刷的牆壁旁邊還有被廢棄的花車 這給了他們演唱會很好的表演空間 再來是和往常一樣 After Girl一貫的口號 一如往常的Haneoka屋頂 一如往常的晚霞 在這裡他們將樂團名稱取為After Girl 開啟了樂團往後的故事 吃著和往常一樣美味的菠蘿麵包 經歷過無數個改變與不變的偵察 一切都是為了和往常一樣 今後也請多多指教 接著是閃耀自信 圖片的劇情為Mophonica二章 楚姑戲安慰因為綠退團而演講 失利了Mashiro 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楚姑戲的那一番話 竟然都努力到想稱讚自己了 那為什麼不要稱讚一下自己呢? 然而一直被給予自信的不只有Mashiro 楚姑戲也因為Mashiro的表現 而有了想改變的契機 跟他開始打工也有很大的關聯 這裡的閃耀則是tsukimori的笑訊 あなたの輝きが道を照らす 也是Mashiro最初看Satsu的Life時內心的激動 再來是禁敵 這是動畫第二季第七集的尾段 Otai因為街頭歌唱 而意外與Lay重鋒的螢幕 當時他們還天真認為能夠回到過去的時光 直到後來又經歷了無數的重鋒與離別 有關Otai和Lay的故事可以看我的這支影片 這裡的禁敵代表著 Racer3點將彭拼Party視作的對象 然而在這之下仍有著密不可分的友誼 他們都相信著還有下次的相遇 若是轉生100次 他們還是會走向和現在一樣的道路 下一張圖是友情 講說After Girl到景之島遊玩的故事 他們沿路去了松餅店、水族館 觀看海豚秀、排隊吃章魚燒煎餅 最後來到有著夕陽的海邊 而他們將這份回憶利用照片儲存在彼此的心中 就如同Tomae說的 夕陽雖然只有一瞬間 但我的友情是永遠的 再來是一同尋找 一樣也是Hello Happy World二章的劇情 Cocoro在Misaki自我價值陷入懷疑時不斷鼓勵他 試圖穿搭你也可以帶給人微笑 在劇情內他也告訴了Misaki 因為有Karu、Hagumi、Kano、Michel還有Misaki 大家才能綻放笑容 這句話也為後來的三張埋下了伏筆 接著是心跳不已 Loku和Maskin共同自主練習的畫面 荒野的鼓聲與激烈的吉他聲交疊 早已成為他們樂團後的日常時光了 這麼說起來Loku也是被Maskin拉入團的 而且到後來也有培養感情的相關劇情 說是CP也不為過吧 再來是命運之人 這是拉斯一章和動畫第三季第十一集 在天橋的對談後 回心轉移的Paleo帶著ChuChu回去 就如同我之前的影片所說 Paleo在被ChuChu的言語傷害過後 還能夠真誠對待著ChuChu 而ChuChu的日常瑣事也不能沒有Paleo 或許兩人都是彼此的命運之人吧 另外當天回去後慶祝ChuChu生日 那首Beautiful Birthday正是Paleo所寫的 然後是立下誓約 個人最喜歡的一張圖 對應的劇情為Noble Rose的最終章 Loselia登上Face的畫面 這段劇情是Loselia最精彩的部分 它代表著約定的實現 也是Loselia尋找下個高處的開始 兩人都心知肚明 只要彼此人記得那份純粹的心情 而食的景色便不會吞色 換名白森葉草的約定 就在此處 再來是青春 放學後對於TokoNanami在咖啡廳用餐 互相分享 打卡上傳自己的餐點炫耀一番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 雖然是千金學校 但互動卻與平凡人無異 就論通Nanami所說的青春 另外Toko和Nanami拿的冰品 應該就是Toko相當推薦的七彩漸層冰沙 Toko將此行為稱為泥雞 並說味道很像奶茶 嗯…反正我是不會喝啦 下一個是貫徹信念 是Evo和Maya登上舞台前做的古裝調整 其中私裡的這句話前文呼應的是 Evo李雨晨的武士勞精神 以及最後一句話 灰甲在劇情中曾是Evo元氣的來源 兼具著威風與美麗的氣質 就和Evo的內心一樣 而後續則是對應Maya對於自身 能帶給他人夢想的這件事 由遲疑到確信的轉變 兩人都一樣把自己的信念 以及夢想傳遞給周圍的人 再來是美好回憶 描述Limi邊吃麵包邊將剛做好的曲子 給Saya聽的過程 在左側的袋子內 我們可以看到Limi最愛的巧克力羅 這裡的回憶對應到的是最終是回憶的人 Saya 縱觀他的劇情 可以稱他為波皮趴時光的紀錄員也不為過 或許這張圖片在不久之後 也會成為Saya最珍貴的回憶之一 尤其對象還是Limi耶 接著是Saya和Hina的雨過天晴 任覺得翻譯最有寓意的一張 標題的意思不僅僅只是字面上的天氣轉變 也代表姐妹關係的破冰 我們可以將秋雨來時稱霸閃 一同比對更能看出關聯性 兩張圖中 天色尤其黑轉明亮 而Saya和Hina彼此的距離也靠近了許多 咒雨過後終會放晴 白咒與黑夜終將交會 最後雖然獅詞和圖片都沒有提到 不過我認為Saya很有可能是從Saguru回來的 在卡命劇情 Saya曾說為了避免下雨沒帶閃的情形 會是先放備用閃 剛好可以和雨過天晴相互呼應 同時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Hina沒帶閃 但是Saya卻有帶閃的狀況 最後是前面16張圖片的收束 和你一起 看到這張圖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和我一樣非常感動呢 在Kasumi將頭轉過來的瞬間 讓螢幕前都為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身份 解救了Saguru的工作人員 就像五週年紀念動畫的最後 Marina回過頭來說 當然你也是一樣 無論你是何時開始遊玩邦多利這款遊戲 我們都或多或少見證了這些珍貴的時刻 邦多萊威夫的主旨也在這裡點名 就是這35名少女想穿搭跟我們的話語 總結而言 經歷過日服之後 台服在這次五週年也相當能再度打動玩家的心 對於入坑兩年的我來說 中文翻譯真的更能有所公明 彷彿參與了少女們特別的時刻 雖然這支影片可能還有很多很多沒提到的地方 不過至少喜愛邦多利的這份心情 不需要過多的言語也能夠傳達 今天我們見證了這五年以來的種種 未來在六週年的大改版之後 希望我們也能齊聚一堂 見證他們之後的成長 然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也會有什麼事情 的話請說 我們也會不會想抑或許多一點 如果我第一次分享一下 美國人的寸一堆 是非教材的 而現在我們再賭解 然後夥動的 但是我們來跟這個 然後我們再設計